大家好,我是Klaus 茅台酒呢,算是一个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东西了 中国传统工艺的代表 世界文明的黄金液体 自从上市之后,股价就一路上涨 在去年市值超过3万亿 超越深圳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城市 网友总结中国股市的四大支柱 茅台、金龙鱼、农夫山泉和海天酱油 而美国股市的四大支柱是 苹果、微软、特斯拉和英特尔 从中美股市就能看出中美的差距 最近关于茅台的新闻不断 茅台总工程师王立 入围2021年两院院士候选人引发巨大争议 院士本来是授予给对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但是在中国,院士却沦为了政治和商业运作的工具 之前就有人花2300万买院士 中国还有一个烟草公司的院士 现在可能又要出一个白酒院士 中国的烟酒致死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中国却给这些企业评院士 真正为科技做出贡献的人才反而评不到院士 有网友说 行行出院士 支持郭德纲参选相声界的院士 更是有网友罗列出中国各地可以参选的院士 茅台引起网友的热议之后 更多关于茅台的黑料被网友扒了出来 首先是关于申请院士的茅台总工程师 如果茅台酒是按照传统秘方酿制的 那么它的总工程师就没啥用 如果说它的总工程师很有用 那说明茅台酒用的不是传统秘方 大家喝的可能是假茅台酒 网友这么说也不是简单的猜测 而事实上 可能除了中南海的领导特供 其他都是假酒 至少不是跟宣传的那样 首先 茅台宣传说茅台酒非常健康 蕴含微量元素多达一千多种 而事实上 地球上的所有元素加在一起也就是一百多种 另外 茅台酒自称陈酿酒 原料是本地特产红英子诺高粱 可茅台镇有三百多家酒器 去哪里弄这么多原料 去年底判刑的茅台总经理助理 采购酒机的时候收费三千五百万 茅台酒为什么要对外采购酒机呢 显然茅台酒并非陈酿 而是勾兑 还有 茅台声称酒区是由少女用脚踩的 酒香最初源自少女的体香 可是我们先不说这种低科技的 不卫生的 所谓的手工酿造 不好意思 脚工酿造 是不是合理 但计算起来也不可能 茅台年产量五万吨 每天至少需要140吨酒区 除非全厂员工两万多人一起采 否则忙不过来 也就是说真正用脚踩的 最多也就是特供酒 绝不是所有的茅台酒 况且 还有网友爆料 采区的并不都是妙龄少女 而实际上是一些大妈 中南海的那些老头子 对妙龄少女的幻想怕是想多了 来自网易新闻的热门跟帖前三名 第一个说 白酒其实就是智商税 营销噱头 第二个 这几天天天茅台酒的新闻 茅台这个口碑是要臭的节奏啊 第三个 我家自己烧的 算上人工也就是七八块钱一斤 其实不只是这些 如果深度挖掘历史 中国现在的茅台就是个彻彻底底的骗子公司 现在的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 是由原来的成育 融合 恒星三家酒厂合并而成 当时的中共打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旗号 强行进行公私合营 实际上也就是没收 拒绝没收的就会被扣上资本家土匪的帽子 其中最大的一家融合的老板 作为第四代传人 就被中共以反革命的罪名枪决 因为茅台从成立的第一天就不光彩 所以中共又把跟茅台酒的关系拉到了1935年 茅台有一款产品叫遵义1935 讲到当时红军西窜路过茅台的时候 缺医少药 当地的老百姓主动送茅台酒给红军洗伤口 挽救了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 根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一书 其中有一段话 因为当时的茅台酿酒公司和宣威火腿公司 均属于官僚资本 都是没收充公和开仓祭品的对象 所以队伍和老百姓都受益不小 另外在一些其他将领的回忆录里 还记录了没收茅台酒的细节 当时红军西窜经过茅台的时候 把当地企业的财产全部没收充公 由于酒太多 喝不完的就拿来泡脚 带不走的都给破坏了 没有给资本家留下一点 但这样的一段黑历史 也被篡改成了老百姓给红军送酒的 军民雨水情深了 还有一个就是茅台酒最大的招牌 那就是茅台自称获得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不仅印在其产品的包装上 还大肆举办获奖周年庆活动 还有金奖纪念酒系列 价格天价 关于这个金奖 还流传着一个故事 当时作为中亚病夫的中国人 在展会上拿着茅台酒无人问津 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中国代表心生一计 洋装失手摔碎了一瓶茅台酒 顿时酒香四溢 一下子吸引了所有的人 最后评委反复品尝 一致认定 茅台酒是世界上最好的酒 于是向茅台酒发了最高级别的金奖 从此茅台酒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 现在茅台阵还有一个一衰成名的纪念雕像 那么这个所谓的世界金奖是真的吗? 首先 从茅台酒自己的说法来看就不统一 茅台酒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说法 是从2003年才出现在茅台酒的背标上的 在这之前 1984年的产品上说 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奖章奖状 1954年的茅台上写着的是 解放前曾在巴拿马被评为世界名酒第二位 茅台酒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说法 根据人怀宪制的记载 民国四年 茅台成义融合两家酒坊的茅台酒 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评为世界名酒 获得了奖状和奖章 不过现在茅台声称 奖章和奖状都找不到了 综合所有资料来看 茅台应该是在巴拿马的博览会上 获得过某种认可 但绝对不是金奖 具体是什么就说不清楚了 虽然茅台酒作为中国传统白酒的代表 但是在经历了反右运动 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等 其文化和传人都被破坏 再加上中国假酒泛滥 国企的腐败等等 大家认为 现在的茅台酒 对不对得起这个价格呢 好了 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 上一期节目 我们通过中国最近的大抓捕 分析了中国朝鲜化的趋势 网友中村杀肚子说 这次真的很气 我知道蜡杯小球是浏览器新闻的推送 我还在想这是说了什么事直接被抓了 是怎么发表言论侮辱了 仔细一查 看完之后整个人都愣住了 原来这就是政府说的侮辱劣势 哪里侮辱了 说句实在的 这应该算是替死去的士兵讨个说法吧 除了那四个牺牲的士兵 其他的不配国家和人民记住 别用什么政治正确来搪塞 说什么不公布是为了国家尊严什么的 那些在网上说什么他们是为我们而死 你连都有哪些人替你死都不知道 那些粉红还好意思在这咬完嚼字搞正能量呢 真是搞笑啊 网友J抽说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 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 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 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 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 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 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 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 我是Claus,我们下次再见